中國常常利用這樣的這個高層外交 給這個他的一些盟友 這個來陰的 然後陰了不少人 而且很多都是大咖 你說連賀魯雪夫都被他陰了 這個陶德訪台 這個是高層外交 媒體上說是拜登的一個創新的模式 或者說新的外交所玩 那麼這個原來是我昨天在節目上講 這原來是中共最喜歡的一種模式 高層在私下場合會晤 推薪致富 就是所謂的建立信任等等 那這個現在居然用到臺灣來 對 現在變成臺灣私底下可以無所不談 對 所以中共會吃味 那臺灣在高層外交上 曾經有一個遺憾的地方 就是李登輝在一九九五年六月 這個九號去康萊爾大學給演講 可是他這個這麼大的一個意義 就是他是中華民國現任總統 第一次踏上美國本土 可是卻不能去華盛頓 而且不能跟美國總統見面 就是說不能實現這個高層外交 那可是這個事情 那個還有後面 就是我們去剛剛提到的這個高層外交的部分 我們臺灣其實後來有 那我先講一下背景是這樣 一九七九年的時候鄧小 一月一號鄧小平的那個中共跟卡特的那個美國正式建交以後 他在一月下旬到美國訪問 然後他跟卡特見面 然後各帶一個翻譯就四個人 然後鄧小平講了一句話以後 卡特張大腿真的嗎 什麼話 他說什麼 他說他要打越南 他要打越南 對 然後卡特說你是講真的 他說講真的 然後他說什麼 可是鄧小平說我缺傢伙 缺傢伙 卡特說開單子來 開了單子以後 美國就給 然後看看你是講真的還講假的 結果呢 當年四月 這個中共不就發動一場懲罰越南戰爭 一九七九年 美國發現這個人講話有信用 是這樣子 可是呢 可是呢 太扯了 可是呢 當時誰知道對不對 就是鄧小平跟卡特見完面以後 不久就打越南嘛 高層外交 大家會覺得說是不是講好了 所以其他國家可能不敢輕舉妄動 然後呢 這是七九年的例子 然後呢 再講一個一九五八年的例子 毛澤東請了賀魯曉夫 蘇共總書記 來訪問 還到游泳池旁邊聊天喝酒 賀魯曉夫回去之後 毛澤東做了一件事 炮打金門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號 金門爆發 那金門爆發之前 中俄高層會晤 所以美國方面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講你們是不是講好了 類似這種 類似這種玩法 就是高層 所以現在 所以賀魯曉夫也被玩了 對他後來話很生氣說 你利用了我 其實毛澤東跟賀魯曉夫 沒有談到金門 完全沒談到金門 但是我跟你見面 現在撲個哽 可是賀魯曉夫走了以後 毛澤東打金門 所以大家以為 所以大家以為可能講好了 所以你看陶德這次來臺北 是不是講了什麼東西 所以老共會覺得很焦慮 就是說台面下到底有什麼交易 因為我們自己都這麼幹的 可能沒有啦 可能沒有啦 對不對 但是也許有啊 您開始把他講的 就是這種情形 然後後來講到這個金門爆戰 我們不得不得不講一件事 就是中華民國現任總統 當年李登輝沒有辦法跟柯林頓 正式見面 國次訪問 可是事實上曾經發生過 中華民國的現任總統 跟美國的現任總統 進行國次訪問 正式的會談 有沒有發生過 答案是有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號 艾森豪總統 當時是現任總統 從第七艦隊的旗艦 做直升機到松山機場降落 然後他們兩個人是二戰時期的 五星上將 所以老蔣總統 蔣中正親自找五星的軍裝 到松山機場接機 然後檢閱儀隊 然後從敦化北路進來 然後進來的時候 這個因為艾森豪脫下軍裝以後 先去我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 做了兩年校長 再來參選總統 所以他穿的是西裝 然後蔣中正穿的是軍裝 他習慣穿的那個五星上將的軍裝 然後坐著旅車進來的時候 艾森豪就向兩邊的觀眾歡呼 對不對 揮手迎接 那個我一看那個有點像什麼 我打個比方好了 就好像黑社會老大巡視地盤 對不對 我們開玩笑一下 那個兩旁日式熱烈歡迎 摩托車開到那個護衛這樣子 然後從敦化北路進來 最後到總統府 後來為了迎賓的需要 敦化路跟仁愛路就墮寬的很寬 就變成一個以後迎賓需要 所以當時可能仁愛路還沒做好 所以他到敦化以後可能轉期 其他地方到總統府去會談 然後在二十四小時內 艾森豪跟蔣中正做了兩次會談 會談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如果中共攻打金門 兩國如何協防 美國跟中華民國如何來協防金門 所以當時是這樣 然後一九六零年不是美國大選年嗎 美國大選年的時候 共和黨是派當時的副總統 叫做尼克森 跟當時民主黨的參議員叫甘萊迪競選 兩邊非常的這個競爭非常激烈 最後是甘萊迪顯勝 但是如果是聽收音機廣播的時候 我覺得尼克森講得比較好 可是看現場的話 都覺得甘萊迪風度偏偏 那他們的電視辯論是美國有史以來 第一次總統大選有電視辯論 其中只有一個國家的題目 進入這個大選辯論 就是中華民國的金門 哦 要不要協防金門 美國要如何看待金門的那個 所謂危機 就是兩岸關係裡面的那個 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那個金門炮戰 原來有這一段 對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 這個台灣其實在跟美國 有邦交的那個年代 尤其那個年代 我們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 我們也是那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所以呢我們其實並不缺少實質的外交關係 那現在看起來美國這六十年來 從一九六零到現在二零二零 這六十年來其實有一件事都沒有改變 就是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裡面 一定要掌握台海 一定要架構這個第一島鏈 那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台灣 對不對 那現在這邊可能講差不多一下 就是當年美國其實還在觀望 毛澤東所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美國跟中共正式建交的話 當時那美國大使當時還沒有跟著國民黨的政府 到台灣來 然後再等 結果呢 中共毛澤東去打韓戰 然後就算了 如果中共那個時候跟美國建交的話 美蘇冷戰的前線就是中蘇邊界 可是韓戰爆發以後 美國跟中共就不再期待了 是末年了嘛 美蘇冷戰的前線就換成台灣海峽 換成第一島鏈 所以台灣的地緣政治位置的那個提升 其實跟韓戰有密切關係 跟當時中華 就是那個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跟美國建交有密切關係 那現在這個第一島鏈換成什麼 印太戰略 印太戰略的核心位置 就是台灣 所以呢所謂四方安全對話 所謂那個亞洲版的北約 忙了半天 其實全是為了防守台灣 那我們什麼事都沒有做 外面忙了很對不對 我們自己太重要了 那現在看到這一點 這個地緣政治的利益 是一種結構性的東西 它不是臨時性短期性 所以才會兩黨一致 才會長期以來 美國都堅持這一點 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 國民黨應該走的路線 就是回到兩蔣時代的六個字 叫做堅守反共陣營 他的做法應該是學到蔣經國的路線 也是六個字 叫做親美 反共 親民 這才是國民黨的出路跟機會 如果他去跟玩親中 以至於來跟美國過不去 那就是那個兩邊選一邊嘛 你不可能再去所謂和美 美國不是讓你來和的啦 美國是讓你來親的啦 所以你去親中以後 就談不上和美 所以國民黨真正的問題 在於路線要轉換 回到蔣經國的路線 那為什麼時間差那麼久 還要回去 因為這個地緣政治的結構跟利益 根本沒有變 六十年代 從進門炮戰到現在 其實沒有變 臺灣的關鍵角色 從以前到現在不可能改變 對 他是美國的 所以我說結論 他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美國是海權國家 第一島鏈就是他的國防前線 防守臺灣就是防守美國自己 也是在防守日本 那美國不可能放棄日本的 國家安全的這個議題 所以美國勢必要防守臺灣 所以現在很多活動 湯開來講 就是在明白告訴中共 你別打臺灣的主義 那我們臺灣這邊的話 很多人可能基於民族主義情緒 好像有親中 其實要看出來 整個世界大局裡面 地緣政治是最關鍵的 所以臺灣在台積電崛起之前 美國就在保護臺灣 原因就是地緣政治 這才是臺灣的根本所在 在這裏